为了纪念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六万丁豪 康宏雷导演率领士兵突击原班人马再度出击 制作了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 1942年4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 缅甸的沦陷对中国的战场产生了严重影响 为了保护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十万余中国远征军将士先后入缅对日作战 其中一支就是川军团 把衣服脱了 快点 就这样只穿着一条裤衩的川军团 爬上了美军的C-46运输机 然而他们还没有到达缅甸 战场就来到了他们身边 迫降到缅甸原始丛林的川军团 在这里意外地遇见了自称是他们团长的龙文章 我是你的团长 面对这个赤手空拳又没有军装的队伍 团长命令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过黑油的洗礼 那么现实中的这些黑油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而为了让黑油凝固在身上演员们用垃圾袋把自己包裹起来 巨组成员们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更加真实的还原那场战争 纪念1942年中国的这支远征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尹卓老师和文静为您共同主持的军情连连看节目 看过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观众朋友们肯定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刻感受 那就是战争的艰苦和残酷 战士们呢总是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的 而每一场战斗也都展现了战士们艰苦作战顽强作战的一种精神 林老师这部电视剧的风格特别写实 那我们就很关心是不是历史上真的有过这么一支部队 这个部队是确实是存在过 所谓这个川军团实际是川军的部队直接入 当然还有云南部队还叫滇军 那么这些部队呢都有这个进入冕作战 而入冕作战的又跟英军协调作战 后勤装备呢是由英军补给他们 所以当时他们这个武器弹药就让他们都没有带 但实际到那个地方呢英军对他们又不信任 觉得中国部队因为前这个抗日战争第一个阶段 这个国民党军队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 觉得他们没有作战能力 对作战能力不强 所以他不愿意大量的把自己的一些装备交给这支部队 后勤部队也非常不得力 所以第一阶段去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子 去了一个杂袍部队就各种成分都有 到那个地方武器装备也没有及时得到补给 军装各方面都没有得到补给 就是这个情况是符合历史现实的 对装备配备不上 所以很多时候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